先前是专做电脑维修服务的杨嘉宏 目前是高雄市前证区瑞隆里长 从投入里长胜选后到现在 每天忙着看顾里内大小事务 忙到年节假期间还是无法休息 不只是对线竞选承诺 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来让里面生活快乐安全 过年期间我们还是要坚守岗位 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巡逻 像有独居老人我们要去关怀 大部分都是做这种事情 最近菜市场过年期间人车复杂 影响到他们的交通跟噪音问题 很多里民都过来在说 这个菜市场部分要改进 大部分都是在甘山南歇早市 这个蔡奇亚家套炸的 没有那个管制的话车辆都可以随便进出 以致塞车噪音的问题 以致那个里民来抗议 过年期间就最多遇到了这个问题 对于里内市场交通状况 里长提到无法用言语形容 直接带记者实地体验 只见原本两线道的马路 在菜兰族的机车亭等 加上各家摊贩将摊位往前摆 行程只有双簧线上可通行 就连行动不便 以轮椅代步的长辈也不例外 他这边的停车会够吗 如果说以店家来看的话 店家来看是一定不够啊 不晓得这个应该政府机关来看吧 这个状况已经多久了 我们在这边好像也差不多 十几年差不多都这样啊 所以一大早就是看到这么多的车子 因为它就是好几个市场联合在一起 就是这样的 但是下午过后就好 就这些几乎都是在早上市场的时候啊 这个早期的交通的部分 是你看的当地看都这样吗 都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改变 是这样的 长期就是这样啊 会不会跟摊位摆太出来又有关系啊 嗯 都稍微 因为中午收的时候就没有了 由于瑞隆里内 有三处大型传统市场集中一区 里长表示 早次人潮更加抢抢棍 摊商竞争激烈 也为了顾客采买方便 只得任由随意停车 加上多年来无法规劝 也没有停车动线规划 辖区派出所开单 也仅是治标不治本 里长期盼相关单位 可以尽数研议办法 如何保有居民出入上额安全 也使摊商有公平贩售条件 也让除上任的里长 不用每天烦恼 存在瑞隆里内最大的问题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杨广